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帝国的威胁始终都是我国的一个心头大患。 与北方帝国之间的斗争也是贯穿了我国的整个五千年历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威胁就迫使北方的燕、赵、秦等诸侯国被迫筑起了长城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在此后,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以及满人等等都曾经先后成为我国北方的重大威胁。 而在清帝国时期,清王朝在前中期荡平了几乎所有可能会对中原王朝产生威胁的北方势力以及西方势力。 清帝国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清高宗乾隆皇帝在平定大小合卓之战后,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气势恢弘的话,经所见者迥义乎所闻,则是秦皇不必读长城,而汉武不必毁伦台也。 清高宗也是试图通过这句话来表达中国自此之后,已经再也不必面对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了。 然而不久之后,清高宗就被打脸了。 因为哥萨克们来了,一个名为俄罗斯的前所未有的北方帝国,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 而这个威胁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然而今天的中俄两国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亲密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俄罗斯帝国作为欧洲列强帝国中的一个后发国家,由于其崛起较晚已经没有出海口的原因, 导致该国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然而历史并没有为俄罗斯帝国所死崛起的道路,虽然没有出海口, 但是俄罗斯帝国却控制着一条通往亚洲的天然路上通道。 一路向东征服也成为了历代俄罗斯沙皇的一个主要目标, 虽然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主要目光还是放在了西面的欧洲, 但是追寻自由的哥萨克们自发的向东探索, 无疑也对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在数次俄土战争之后, 俄罗斯在西部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 留给俄罗斯帝国的道路只剩下了继续向东扩张, 而一路向东的俄罗斯也的确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俄罗斯的殖民者以及毛皮商人们, 甚至通过勘查加半岛抵达了新大陆的阿拉斯加, 使得俄罗斯帝国也成为了一个在新大陆拥有殖民地的国家。 而在发现了抵达印度的路上通道之后, 俄罗斯帝国更是用了数代人的时间在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 直到最终占领了整个中亚地区。 但是无论是中亚地区的大沙漠还是西伯利亚的冻土血缘,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都是荒凉的难以生存之地。 但是在远东, 哥萨克们却发现了一片肥沃富饶的黑土地, 这里和乌克兰是那么像, 家乡的所有作物都能够在这里种植。 而且这片土地几乎没有人, 只有少数的土著部落, 简直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天选之地。 然而, 这片土地却并非是无主的, 人烧只是因为清帝国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 而那些土著部落实际上都是大清皇帝的臣民。 但是哥萨克们可不知道这一点, 1658年最早的俄罗斯定居者就建立了亚克萨城, 但是被清军捣毁, 俄罗斯定居者也被驱逐。 在康熙四年, 1665年, 哥萨克切尔尼哥夫斯基就带领着84名亡命苦, 再次重建了亚克萨城。 此后几十年, 清俄双方围绕着亚克萨城展开了数十年的交锋, 这也是中俄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以俄罗斯帝国失败而告终。 这一战也开启了中俄两国之间数百年的恩怨史。 在康熙时期, 清帝国始终没有将俄罗斯帝国当作一个平等的敌人, 或者说将其当作一个威胁。 在清帝国的很多官员看来, 所谓的俄罗斯 其实也不过是中国更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罢了。 也许这个部落拥有火器, 但是准嘎尔人也有, 不足为律。 老大帝国的思维, 令清帝国的官员们始终无法摒弃刻板印象。 事实上中西方之间的深入交流, 要比大众认知中的早得多, 俄罗斯帝国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在中国兼有大使馆。 今天的俄罗斯大使馆依然还是当年的那座大使馆。 俄罗斯大使馆是唯一一座在北京二环内的大使馆。 康熙51年、1712年, 清帝国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 经过俄罗斯前往, 当时已经定居在俄罗斯境内的土耳呼特部,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深入俄罗斯的使团。 即便是在路途中, 已经见识到了俄罗斯的庞大, 但是清帝国的官员们对此依然十分的无感。 面对土耳呼特部落的首领, 清帝国的官员依然表示, 臣等服役俄罗斯国乃西北侠州荒谊, 自古不通中国。 而在使团接近莫斯科的时候, 清帝国的官员也根本就没有想过 进入俄罗斯帝国的首都看看, 或者说见见俄罗斯大汉。 清帝国也确实没有打算和俄罗斯沙皇接触。 康熙在使团启程前就说过, 如果俄罗斯大汉要见面, 你们就去, 他们不说, 你们也不用提。 在乾隆时期, 清高宗对于俄罗斯帝国的理解有所加深, 但是同样也没有将俄罗斯帝国当回事。 清高宗其实非常清楚, 俄罗斯帝国当时正在进行俄土战争, 根本无暇顾及东方。 但是清高宗错就错在, 因为俄土战争就高枕无忧了。 在鸦片战争之后, 俄罗斯帝国也趁着机会强占了中国大量的领土, 中俄两国也开启了第二轮直接对抗。 这一轮对抗始终断断续续, 从沙俄时期一直持续到了苏联时期。 而我国的清帝国也垮台, 更加分裂的中华民国成为了清帝国的继承者。 在此期间, 沙俄先是强占了唐鲁乌两海, 紧接着又强行让外蒙古自治。 到了苏联时期, 苏联更是直接将外蒙古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虽然在苏俄刚刚建立的时候, 倡导民族自绝权的列宁, 让中华民国短暂地看到了一丝收回外蒙, 甚至是收回远东地区的希望。 但是列宁却没有坚持那么久, 接替列宁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斯大林。 因为斯大林不能直接反对导致列宁的民族自绝权, 干脆就趁着大清洗的机会把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全部都清洗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 中苏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 苏联向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援助以及军事援助。 但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中苏两国出现了一时形态之争, 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正统性之争。 中苏两国再次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中苏对抗时期, 期间甚至发生了珍宝岛冲突以及铁列课题冲突这样的直接军事冲突。 中苏对抗高潮期间, 勃列日涅夫甚至考虑过直接对我国进行和打击。 这种情况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算是有所好转。 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 尤其是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 中俄两国又迅速走进, 现阶段更是中俄前所未有的亲密期。 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事实上都是有着其历史阶段的。 所谓的仇恨其实也都是服务于政治的。 很多人在研究历史以及国家外交关系的时候, 都会陷入一个误区, 那就是国家拟人化。 很多人大谈什么所谓的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的仇敌, 哪个国家又是哪个国家的宿敌。 而国家之间的外交, 本质上是以利益为最高优先级的。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 英美以及日美之间都应该是死敌才对, 德国和法国也不应该和解建立什么欧盟。 俄罗斯帝国对于我国犯下的血债一点都不比日本更少, 但是现在国家还会提这些问题吗? 俄罗斯或者苏联又为曾经对我国犯下的血债道歉了吗? 也没有啊, 都是利益, 一点也不丢人。 中俄的靠拢, 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的。 你如果问俄罗斯真的就想和中国站在一起吗? 俄罗斯真的一点也不想, 但是没办法呀。 苏联解体之后,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以及普京执政初期的俄罗斯, 都是在几乎毫无下限地向欧盟西方国家靠拢。 但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接纳俄罗斯, 美国必须要利用俄罗斯对欧洲制造安全焦虑,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顺利地控制住欧洲国家。 因此, 美国是不可能接纳俄罗斯进入西方阵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俄罗斯在主观上想不想, 都必须和中国靠拢, 唇亡齿寒, 独目难知, 只有同样反美的中国, 才能给俄罗斯带来安全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